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这个东西我看了以后我就特喜欢 我觉得这东西太生动了 这老虎头 是吧 这功能我还不是很明白 然后我有个朋友是谁文涛也认的 小俊就跟我说老马说哪东西好 你干脆就说说买了吧 我就去了跟那人一谈就买了 我买完以后事就大了 因为买完以后就会被人注意嘛 注意以后呢 因为我们那个所谓买不是当时点钞 就是说嘴巴一说就行了 说这东西多少钱说好了我要了 然后后面再办手续 就在这个单口就很多人来找我 有个人说说能不能 包括那卖我那人就说 我能不能给你10万块钱 你就别要了 就开始有人加钱 当场就反悔 他也不反悔 对 你要要那我还尊重我们这个商业 但是如果说你愿意拿10万块钱走人 那这个东西你就不用要了 就是说你那刚才那一句话 就许诺我买了 这句话值10万 然后那是你的一句话值10万呀 对 也有这个缘故 就是说因为我买了 马上就有人来注意说 这个东西从艺术角度上讲 就做到头了 它是一个就是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的 这样一个镶嵌物 具体镶嵌在什么上面 我们说不清楚 青铜的啊 青铜错筋的 为什么我拿这么个错筋呢 就是如果洗干净 就跟这个状态是一样的 关键是他那两个眼睛 是镶嵌上去的水晶 水晶而且里边还有瞳孔呢 对 非常的生动 那么就你可以看到这个市场的这个活跃 就是你还没交钱呢 那过去你做生意 你得先拿家去 然后搁上物上一段时间 没错 你再拿来卖 那当场就有人加钱 而且那个本主找我来说 给你加10万块钱 那就证明人家要加的比这个要多 你知道他讲这什么意思啊 就说今年的这个古董艺术品这个市场啊 已经封到一个什么程度啊 我也是接触到好多这个过去的藏家呀 行家也好 都说呀 几年前甚至一年前卖给你的东西 现在纷纷回来说 我加一倍价钱 你再卖回给我吧 对 就是能到这种程度 因为他可能可以10倍的价钱再出去 没错 现在就是疯了 他们有人讲啊 所以说马先生 我说咱们得恭喜发财 你得跟大家说说 这个古董艺术品收藏这个市场 到底是好啊 还是不好呢 你看从哪个角度去说 如果你从收藏的这个角度上说 那肯定是不好 因为今天没有那么多人 有那么多钱 甚至国家的财力都不足以支撑 这个艺术品市场的这种收藏 就说我是国家的博物馆 我每年拨个经费 过去拨几千万就挺多的 你现在几千万 连一件东西都买不来 对吧 那么从资本运作的市场 它也是一个好事 就是因为有大量的其他的 这个让我们说来路不明的钱都来了 就是我们不了解的 都叫来路不明的钱 就全涌进来了 那么资本 它就变成一个资本的市场 就是这个已经变成了 是一个投资物了而已 那么这个形式就很诡异 因为我看啊 这个现在也有分析 就是说资本一进入一个东西啊 就跟房资本进入房地产 资本进入什么重工业 现在资本进入古董艺术品市场 什么概念呢 资本最后它会不会要求定价权呢 它当然会 它把一个东西都收了 它就可以操纵价格 对对对 对吗 那么这个到最后 因为现在你比如说有一个这个爱好者 就是你知道他的这种感受是什么 他说你想想现在就买东西啊 我们做多少功课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 先要看展览 然后翻书 查资料 研究的这个大半年 好 做好准备去买 但是从哪杀来一个陈晓金 他什么都不看 他只看你买什么 你要举啊 我就大你一口 我永远大你一口 你买什么 最后你做了半天功课 人家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买走了 他就是这是资本市场啊 就是 那那那这是也符合当代的世界经济 当当代的世界经济全是向资本交腔的 那是肯定的 这个不光是中国 就全世界都是这个状况 因为这个市场比较小 你看今年 今年算是一个暴涨的市场 也就500多个亿 500多个亿的这个市场 当然比电影大啊 电影100个亿 就是比电影5倍 但是500多个亿 什么概念呢 就是没有全国的方便面卖的多 你就是还是还是小 所以他资本就容易进来 你爱国美 你现在也是这个加入什么前门了 反正是有钱人了 你怎么不想想不想不想投资这个领域的 我觉得人 只是宇宙间的一个过客 他存在的时间比我久得多 我去拥有他 其实我没有拥有他 是我被他拥有了 你这话说你听了也说 不是我对不起 就是因为我从小呢 我唯一做过一件收藏的事情 我只有急过油 我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受困于他了 我还得担心他会不会受潮了 怎么怎么知道还给他翻个身 什么什么的 也许是一种乐趣 但是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去受困于这些东西 所以我不晓得可能我现在活到这一把年纪 我觉得就是就是无挂碍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对我来讲 如果等我身后 我还想说我家里那么多金银财宝 又这个那个 而且你对这个你对他还有责任 因为他是一个力 他是一个有历史的文物来的 你说钱吧 你说你捐一捐什么慈善机构裸捐一下 或者是你传给下一代 或者是怎么怎么着 那你就算了 这些东西你对他怎么怎么办呢 所以 就是我跟你说就财富也是负担 像马先生就是已经留下遗嘱了 什么要都捐了 所以我刚才我都问我都问马先生 我说你每买一个宝贝回家 你还得给他找个安身之处 是的 那文化它就有一个特征 就是说我们实际上都是一个继承者 就是对文化在这个面前 我们就是无非是一个继承 总要有人去管 对不对 那么你有多余的财富 因为我们今天我想每个收藏者 不管他是投资还是收藏 他还是一个多余的钱 多余的钱拿来为文化做一点事 还是应该的 就是这种挂碍 实际上还是一种无挂碍的表现 一个人正常的人 在今天如果有比较大的数额的财产 他不会静下来 他除非是一个物 你比如说是这个 他就静下来了 如果他这个东西 比如这堆东西是钱 我就想这钱 我拿它干嘛 我再买点别的 他又还是静不下来 或者去投资 投资就会有傲恼 哪个行业投资 都是傲恼大于欢乐 但是我现在看就是这个古董艺术品 今年这个市场屡创天价都听说了 乾隆那个瓶子好价一瓶子买 五亿多 王羲之的什么平安那个铁呀 还有这个什么来着 那个底注明 黄庭坚的底注明 就是屡创亿元的这个高价 可是有人说还没到顶呢 对 现在这么一个状况 就是说2010年的状况 就是五亿的 人民币啊 我们以人民币几价五亿的 有一件了突破五亿的 四亿的有一件 三亿的有一件 两亿的有两件 一亿的就十多件了 他这个阶梯状态是很漂亮的 那中国的这玩意儿 现在的这个市场 你觉得是正常的 还是说隐含着危险呢 我觉得隐含着 是一个正常隐含着危险的 这么一个正常 就是隐含着巨大危险的 一个正常状态 危险在哪 危险就是说 肯定会有人踩在最高点上 砸手里 如果你就是投资 就是你没别的 你就是想赚钱 你很难 还有一个 其实我觉得 我们换一个角度想 有时候可能就觉得 大家心里也比较平衡 就是有钱人得有地方消耗财富 你让他消耗点 也没什么坏处 你说他五亿五 他要去歌厅 他都八辈子也去不完 对不对 没错 所以你跟其他的消费场所 你跟艺术品比起来 那都不较钱了 你说你吃顿饭 什么上歌厅 什么就没有什么 没错 那瓶子比飞机还贵 没错 对吧 王老师 我看到你的藏品 我觉得你真的是打从心里面 我喜欢 喜欢那种爱 眼睛放光的感觉 但是花五亿去买瓶子的人 他真的对艺术品的理解 跟喜爱程度 也是这样子吗 我不要求别人这样理解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人 都按照一个层次去理解 他看的不一样 真的是不一样 就是他的出发点 假设他就盯住了财富 而且他又认为这个事 可能给他还会带来巨额的好处 那我觉得也合了而不为 总有人要冲上去 总比我们过去艺术品不值钱要好 你还觉得这是好事 对我觉得总比过去那个状态是好的 而且他们讲 你说你比如说一般都是一种比较俗艳的美 比如说乾隆那个瓶子 那叫一个花团锦簇 这种东西好像炒到了最高价 可是后来有人讲 其实历史上代代都是这样的 主流的审美的形态 当然都是比较干嘛 比较艳 比较甜 对吧 看上去就花团锦簇 这样的就能卖高价 对 那一直都是这样 你要比如讲那五一五的那个瓶子 那是乾隆时期的 如果乾隆在世的时候 你要拿着这虎头跟乾隆换 哇乾隆乐死了 就是说我赶紧多少俩给你 乾隆的审美本身很高的 我老说今天人 你别看这么多人去买乾隆的东西 但是都达不到乾隆的审美 没错 你看那个 我看这个乾隆在这个谁啊 这个苏东坡那个韩石铁啊 包括后边还有 黄庭坚写的字 乾隆在这写啊 就是他能够 我觉得他这个审美水准呢 就说你看 叫无异于家 乃家 他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字啊 苏东坡这个字 和黄庭坚这个字写的 你没有刻意的要去往毫里写 这种自然的无异的状态 他产生了毫 你看这就是审美到了一定程度的人 对 他尤其他早年的 像乾隆皇帝 他早年的教育特别好 就他身边的帝师 他从幼小啊 一直到他25岁就登基以前 身边全是中国一等一的人才围着 那你当然不一样 我要让人家围25年 我也不是这状态 所以咱们现在还整天 有钱的人都追求皇家气派 实际上你那水准比起真皇帝差远了 对对差远了 他这是他们的座儿吧 座儿 你的讲究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雍正时期的过枝碗 所谓过枝啊 也叫过墙 就是他这个 他这枝从外画到里头 是是是 一张画 这样画过来的 这是雍正时期发明的 就这种画画 说起雍正皇帝啊 他的造诣比乾隆还要高 文化审美这方面 对 为什么呢 他是45岁登基 44岁以前天天都是这事 全是最牛的人围着 那你当然不一样了 那40多岁 那就这辈子都快过去一大半了 前面的事情跟政治无关 他是登基以后才跟政治有关 他在登基之前 他一直回避政治 所以他身边的大量的帝师 以及朋友 都是这上面的专家 所以雍正为什么就是 清代的艺术品 雍正的时期最贵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他有这么个强大的背景 就是他本身就高 雍正当年的那个玉批啊 就是制瓷器的玉批啊 说的特别清晰 比如他说这个黑线要去掉 那个叶子要少画 这都变得非常具体了 对吧 像这种印章块 这种方张的 都可以看到 都是比雍正 雍正慢点 原来清朝的皇帝都干这事去了 对 光美刚才讲 咱们能用他喝清酒吗 是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小杯 都精致 这咱随便拿 你要在博物馆里 能不能都隔着窗户看 没错 就非常精致 你想想 真的是喝一杯清酒 尤其两个人 是不是 互相在心里有点事 所以你说说这个有钱玩什么 对 玩到顶 也就是古董艺术品了 对 你就像刚才这马先生讲的 好 在中国这个过去一年 这个艺术品这个市场500多个亿 500多个亿 它还钱少呢 可是你想 咱们这个中国电影 高奏凯歌 年度票房也才100个亿 将将过去 还比不过这 别这差远了 对 你像这样的一个杯子 可以说一个大致的价钱 这样的一对 这是一对 一对比一只要难得得多 这个如果在2000年的时候 像这样一对杯子 不可能上百万 就几十万块钱就买到了 现在呢 就是我觉得最轻的 如果说2010年 这个东西如果拍卖 应该在500万到1000万之间 它冲上 它冲上1000万以上 都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非常少 这种 你经常 那天我就看他们这个杂志上登的 拍卖一个什么黄花礼仪的 那个架子床 就卖出去多少呢 是4000万呢 4000万呢 还是多少 你说这个 他们现在也有些人就说呀 准备这个2010年呢 我看那些真正的这个收藏者啊 说准备退隐江湖了 那这个原因很复杂 对吧 其中一种原因就是说 你这个看得懂的买不起了 这个各社会上的这个热钱呢 一进入啊 好像他们觉得越来越不是爱好者玩的游戏了 毛老师你会不会把以前的一些 就像文韬讲的 可能现在都越来越贵了 那可能有些东西你可能买不下的时候 你会不会拿你以前的收藏品 因为它可能也翻了几十倍了 那你拿旧的东西去卖掉再换 我是这样 我过去没有这种意识 就是比如这东西啊 我再碰一个我就不会再买 真正你要想这种收藏啊 你就是应该多买 你比如这俩吧 我比如这俩是100万买的 然后现在500万了 我他们卖一个 我就把那个本捞回来了 还剩一个 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现在不大会了 因为我不大想搅到这里的 再说我这种这个能力搅进去 可能会只会受伤 不会占便宜 什么叫受伤呢 就是你这东西 比如说100万买的 你500万卖的 理论上讲你赚钱了400万 你拿这500万呢 去买一别的 回头一想 还不如那俩杯子呢 对不对 还不如不卖呢 所以有时候少交易 就是它不像股票 股票它是 你很清晰你的财富 是什么一个状态 是否增长了 这个很难说 就是你把这两个东西卖了 你理论上讲 我赚了四倍 我买了另外 我买了一个这个回来 回来玩了两天 想还是我那俩玩好 这事蛮麻烦 反正到现在为止 我就感觉 将来不知道怎么样 现在为止 我感觉你只要是真东西 多贵的买了 也没跌 对 它不会跌 是吗 目前 那是不是说 这玩意是真保值呢 投资 你投资什么股市 什么都没这个保险呢 目前是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在这个近20年的这个艺术品市场中 目前肯定是这样 就是如果我们画出图表来 可能是这个行业里的东西最火力 他们说啊 就跟说像就说这个市场 就跟像说北京的房子一样 说有没有泡沫 就不是真正好的房子 有泡沫 哪天可能就陷了 这是吧 地方不好啊 或者质量不好 或者怎么不好 他说但是你看北京真正的好地头 好户型 好房子 说这个硬通货 这房美有提过吗 买房专家吗 我没有 我没有 我只是 我觉得呢 我的所有的消费 跟我的欲望 都停留在比较原始的 够吃够住够穿就好了 所以像这种东西都太 对我来讲都太遥远 太奢侈 我也不想去沾染这么好的习惯 这种习惯一沾染 它的那个代价实在是 没错 太高了 我跟你是一样的 但是我多了一招 就是多跟他们交朋友 他们的都是我的 就拿来 就是怎么把玩看 然后还在你家放 丢了 这是你的事 对 这个很有意思 对 他其实现在还有一个 就是刚才你说 那个就是很多过去的藏家都说 退隐江湖不好玩了 其实我觉得并不是 就今天的审美 很清晰的是 就是这个市场是个艳俗的审美 有的是中国文物 非常有内涵 价钱今天还是能接受 你比如像这个东西 还有漏可捡呢 这几十万买的 这个是38万48万 对我记不住不是38 就是48买的 你想想这个价钱 那今天说起来就是一个普通车的钱 对不对 买房子你连个厕所都下不来 而且这在艺术品呢 从艺术品的要求 2000年前的中国艺术 这是登峰造极的艺术 就做的这样了 全世界范围也不能把动物做的如此的生动 而且他抽象过一次 他还不是巨像的 你看着他有生动 他又不是个巨像的东西 这个能力我们今天都未必有 还是便宜吧 还真是 你想又还是可以玩 还是可以 所以你加10万跟马老师买下吧 加10万 行 我先得卖我点什么东西 先都买到这个巨价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欧派 中国整体厨房标准的奠定者 创造厨房一体化解决方案 整体厨房 我选欧派 有家 有爱 有欧派 他也不光是个古董艺术品 现在就说整个收藏 不是现在调查还是全国七八千万 你说这是个小众 这可真不小 而且什么东西都是水涨船高 咱就说钱 还就真的就说钱 可以看看一个照片 当年的人民币 你看 一万元 1949年的 第一版 这现在已经涨到了几百万 它是一套 有62张 一套有62张 现在你看 就已经涨到几百万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400万元 第一套人民币 就是全套62张 其中一张 光明你见过吗 没有 我们就刚见过 你们赶台湾 我们就发行这钱 这钱当时 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大 那时候一万就相当于一块钱 一块钱 是啊 但是一块钱都买好多东西 币值大 你当年蒋介石逃离大陆的时候 金元券都到了什么程度 十亿一张 十亿一张 这都缩了好几下 之后这麻袋 就去买米 都是 然后你看这个 这个我特别有亲切感 这是五 当年的五分钱 五分钱的硬币 你知道到现在涨了多少倍 一万倍 乘以一万 现在 马鲜 这个造型不是现在还有吗 还有 还有 还有版别 对 这是1976年的 他有版别 你看就不是内行 所以你老说我们家也有好多 没用 这个玩收藏 你说 他们讲 就是说你说现在的市场 到底是少数人玩的 还是说 你建议大多数人 还是别凑这热闹 我觉得如果说那个统计数 就是说全国有七千万人 喜欢这事 他就不能算太小数 占百分之五 你看着说百分之五 应该还是一个少数 但是中国什么事 能占到百分之五的 就算多数 那就算多数了 对 百分之五很多了 但是这百分之五 是不是都在捕风捉影 捕风 我想百分之五应该 就是这七千万人 是影响到 比如家里我一个人喜欢 我们家里的人 都应该算进去了 大概是这么个状况 那就已经很多了 很多了 那么我觉得 就是作为疫情养性 还是可以的 然后监货有点 获得其他的经济利益 是可能的 因为现在我们生活中 有很多东西 都会有这种情况 财富 主要是财富用不了 一定要有一个出口 你要想明白 这事最终都留得 再上了去了 看来留东西 是个好习惯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什么都留 就除了别留钱 好习惯了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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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习惯了